Hello 我們今天來到區澤奧林平公園 就是這個 它其實是以奧運為主題的一個體育公園 其實我們今天特意來踩單車 公園裏面有一個租單車場 有很多尺寸可以選擇 選好之後就要看看自己租多久和什麼單車 我們就可以用這部機器租單車 選好單車我們就出發了 沿著公園的單車競踩 順便可以參觀一下這個奧運公園 踩單車看到球場有比賽 立刻衝過去看看 這項運動在日本很流行 叫做Lacrosi 我也是第一次看的 我現在變成一個小粉絲 因為在看彭球的練習 公園的面積達到41萬平方公尺 無論跑步、踩單車還是放狗都十分適合 我現在拿著這個在1964年東京奧運的火具 我現在試試看彭球的力度 加油 44 Hello 剛才去完奧運公園之後 因為很想搭彭球 所以就找了一個在附近的彭球場 這個叫三天茶屋 它是要上很多層樓梯才上到天台 200日圓 緊張 咦?開始碰到 好緊張 真的很難 好緊張 其實東京還有很多彭球練習場 這項運動有挑戰性 又有趣 下次去東京的大家都可以玩一下 下次見啦 拜拜 這節目 這個節目 這節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